学校开始放寒假了 有一位国小老师呢 他出了一份考题 不是要考学生哦 是要考家长 那么题目呢 包括像是班导师是谁啊 还包括啊 这学期的数学是教了什么 不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 题目不难 但真的要拿满分 其实真的不简单呢 小朋友考完期末考 轻松放寒假 桃园乐善国小老师 出了一份考题 也给家长来个期末考 基本的先问 孩子几年几班 导师是男是女 在家最常做的事 讲理何事 小弟情或是相亲 进阶提问 孩子的座号 导师的姓名 擅长的科目 还有喜欢的偶像是谁 他的座号 不知道 你给他几分 99差一分 我最擅长的科目 他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的功课不是在家里写 是在安晴班写的 最难的魔王题来了 考家长认不认得班导师 还问孩子在班上 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这学期的数学单元 要写出两个 数学单元 学期教了什么